哈囉我江江今天來見證歷史的一刻 哇我們的心服終於可以升級 量子時代 哇說真的不容易啊 真的不容易 尤其是建築分 然後要一直補導團員去升級建築分 然後自己也要提升不然說不過去嘛 來吧我們就升級一下 啊真的是光這些東西喔 這些素材喔花了不少錢喔 哇看看獲得了什麼 反應度提升到100級 然後解鎖了一堆新科技 重點是我們現在科技還沒有完全開完喔 那我們的商人呢有這個 一些東西可以換來發送一下 預定什麼時間呢 禮拜五號禮拜五晚上好了 OK啦差不多八點鐘巡邏可以 好太好了終於啦 我原本是最多到100人 現在大概110了 沒差現在我覺得人其實也不用太多 OK那今天主題是大家跟 跟新手成員先介紹一下營地的一些設施 營地市政廳的這個桌子 那桌子可以看到這麼多東西對不對 那首先在我們的資訊時代這個地方左邊 點進去之後可以看到每個時代的一個繁榮 他可能要解鎖科技解鎖建築分來獲得繁榮度 可能還包括一些像我如果點開這個白色的部分會出現 包括什麼營地需要運作費用 那有可能需要巡邏 升級營地的時代 然後營地的科技 開啟營地的領土之類的東西 剛開始的時候是非常的困難 因為需要很多人一起做 不是一個人可以完成的 然後慢慢的他會達到他會升級 那升級對大家有什麼好處呢 營地變大人變多了那到底有什麼好處 那首先是這個科技的部分 科技的部分就是有可能我在做一些食物 我在燒奈米我在澆水 然後我在獲得一些科技的時候一定要澆 那首先剛開始的時候這些都沒有 這些完全都沒有 剛開始的時候會建議先從農耕開始 那個先從自然開始做 因為自然開始做完之後才會有工業跟軍事 比較常常在打下爭霸的 就可能會需要軍事 因為他會需要很多軍事的東西 那真正能夠幫營地有一些 就是對大家比較好的 就是自然跟工業 然後說我們現在目前開起來的 軍事科技有這麼多藍色的 但這些東西全部都會耗盡資源 那這些資源都是從金庫來扣 比方說我今天開一個大哥的視覺 麻類三萬多的麻類 然後食物也是四萬多 這是一個科技 那如果今天有開好多個 就是累積起來就是變成這樣 他的順序這樣扣扣下去 這樣一二三四五一樣扣下去 所以會需要大家來捐這個科技 那我們目前是研發 研發這個 科技是研發這個製作台的強化 因為他是for這個個人的 就是只要有加入我們營地的 就會有個人的這個科技 那這科技比方說 剛開始的時候就是什麼 強化狗糧 個人的 然後他就是貞任你組的食物 你的寵物可以品嘗 然後進食的儀式是放在桌上 延長20%的效果 然後再來是什麼 動盪裝備 比方說這個製作台強化 他有製作台加工時間減少20% 這對廠商做加工的時候 是非常好用的一個東西 然後在後期會有什麼 增烹飪大師 庄園內烹飪食物有3%的機率 獲得雙倍產出 機率不高 但是我覺得科技對大家也是有幫助 至於那個有什麼科技的那個好處呢 就自己去看 我目前比較推薦 剛開始的時候是神仙水 然後那個再來是生物多樣性 那它的產量會多5% 那再來是這個椒花的這個最多100點 這些其實詐欲高手這些都其實都可以不用開 因為這沒什麼用 然後再來是高壓熔爐 二式用水 也可以 但是它是for西式庭園的自動裝置 然後再來是軍事的話 我覺得是這個科學知識 多拉多德看個人 因為我覺得這其實沒什麼用 我覺得最重要是這個回選巡邏員 因為它一個人可以帶來50的電 繁榮度 最多500點 那我目前是每天開 然後加速入睡 使用床的頻率提高10% 然後感染者入侵 就是弱化感染者 它可以虛弱它5% 那這個刺色瓶子的話呢 是打下爭霸或是打架用的 然後這個其實 擂台之星其實沒什麼用 那頂多是增加一些傷害幹嘛的 所以這個其實可以不點 然後五毒之氣呢 是如果你有開動盪的話 這個是很好用的 OK 然後這個呢這個其實也還好 不用浪費 但我覺得這個可以用 這個是降低90% 然後我覺得這個也可以 強化巡邏是 巡邏完之後營地金庫 獲得物資獎勵增加10%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有用的一個東西 但是我看因為這個營地 之前不是我經營的 所以大家點都分散了 工業的部分啊 跳過前面的這個狗糧 進食儀式 動盪裝備 這個還好 這個還好 然後我覺得最重要是這兩個東西 一定要開 這個是增加攻擊力用的 所以如果一個營地裡面沒有這兩個東西 是你趕快換吧 這個你在輸出上面會落差別很大 那這四個呢 其實就是增加速度啦 然後再來是這個一鍋熱 就是烹飪的時候 那個時間減少20% 這個其實還好 然後我看一下還有什麼比較配件專家 添加配件 這個可以延長 臨時的那個等級時間延長30%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其實製作台沒有很重要 製作台其實普通 我覺得最重要其實是增加零配的時間 然後狀眼加固這個 這個還好 這也還好 對我覺得基本上 我覺得個人的話 這幾個東西 剛講那幾個是比較有用的 打下爭霸的話 會比較需要 藍綠瓶跟這個 這個有一個是什麼 這個高級餐廳 打下爭霸賽的前店一定要開 開起來之後 就是提早一個小時要去捐牛奶 然後讓它變成最強的時候 基本上提升一些戰力 科技的部分 你們可以自己去看這個細節是什麼東西好了 因為每一個營地經營的狀況不太一樣 OK 新進來的成員 會希望各位 一定要去金庫 我們點左邊一個金庫 到金庫這邊 麻煩一下 點擊物資庫存 點擊這個金條 或是點擊左邊的任何一個物資 比方說藍色的 麻煩請繳你的貢獻 到達2000 我們這邊都會記錄 每個人貢獻的多少東西都看得到 市長這邊呢 我會去賣一些素材 就是可能用不到素材 但是很好賣的 我也把它賣掉 那賣掉的部分呢 會累積到我的金庫裡面 比方說我現在金條有多少錢 那這些金條呢 就是開配件 開這個每一天會扣食物 那這些東西都是大家的福利 不是我自己的 那如果你沒繳 很抱歉 我們可能在一個禮拜 就會把人踢出去 因為營地必須要生存 所以請大家務必要繳物資 不管是金條也好 不管是素材也好 都希望你把它繳滿 再來是我們的這個營地雕像的部分 因為我們現在營地雕像18級 所以你可以起取驗 它有這些東西可以獲得 它有時候會獲得新幣 技能點 或者是貢獻 看看會獲得什麼東西 把它獲得了500貢獻 說到500貢獻呢 之前有跟大家提過 就是營地的貢獻呢 就是你可以去換一些營地的物資 那這物資呢可以賺錢 那因為其實我剛開始沒有跟大家透露太多 什麼東西可以賺錢 會影響到我的收入 哈哈 然後我先跟大家分享 為什麼要去做貢獻 因為你也可以賺錢 現在給大家看一下 首先去家具店 目前這個伺服器有三個前三大營地 我們是其中之一個 在這個家具店 安姆斯特莊這邊可以買 比方說給它買一些 有沒有看到旁邊有個盾牌 這個是榮譽 可以買的一些東西 像現在大家會需要三莊園的話 這個是非常好賣的 那就看現價是多少 就賣差不多那個價格 這個好像是做無人飛機用的吧 不確定 但是這個其實也蠻好賣的 然後再來是我們的武器店 武器店的時候 現在平均大家是16莊 最高21莊 所以比較會好賣的是這個東西 玻璃纖維 因為它可以做無人機的特級核心 跟那個工程塑膠 所以每個時代它的產量不同 賣的東西也不同 那這個東西其實還好 但如果你想要看看市場行情 就先擺一些在市場上面看一下 哪些好賣哪些不好賣 再來是跟大家講一下福利的部分 我們先回到我們的家具店 那因為我們有開科技開雙配件 雙配件就是特殊機械材料 先跟它買這個砂岩 先跟它買50個砂岩 好我們飛到這個武器店 然後右邊呢 有一個麻煩你幫我做點東西 這個打開之後呢 會有出現這個畫面 它需要添加木料或是石料 我個人推薦 直接放這個50個砂岩 這是最偷懶的方式 OK 那它生產需要一天的時間 一天後它會寄給你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跟你的攻擊力有關 要一直不斷的累積 再來呢 我們的這個麗莎 富家店的店長 一樣跟他講說幫我生產可以嗎 然後一樣這邊需要添加木頭跟麻類 這個就需要添加木頭跟麻類 我個人是 其實就是我比較想要賣這個東西 我覺得其實最便宜是什麼你知道嗎 我們到這個交易層 我們去買這個東西 有沒有看到一組才300塊 然後兩組 差不多兩組 然後請他幫我做 一天後來他會寄給我了 多棒 然後你看喔 記得這裡要買 那我這邊是用訂閱的方式 這裡一定要買買 包括商城的金條 這個買 不管你錢多少你就是給我買就對了 然後會員專區記得要買 買爆 好 再來是什麼 再來是因為我們現在是 這個營地是那個庇護城 庇護城的話會有特殊的水果 我們可以到種植園去採水果 然後這個也會扣你的榮譽 來 我們最多一天可以採10個 當然你可以到別人的庇護城去偷他的水果 然後那這個水果是怎麼弄的 這個水果只有市長可以做 我們到市政廳 接下來跟大家講一下這個 營地的這個桌子的什麼好處 首先我們點一下左邊 左下角的這個成員資訊 這裡可以看到全部的幹部職位 全部的人他住在哪裡 擠莊 然後活躍度 誰在線 誰不在線 一進二除 他如果在開發區也看得到 好不好 然後數據什麼 一週貢獻 誰沒交 誰有交 都看得到 所以你沒交呢 我也看得到 所以一個禮拜後呢 我就會看這裡 誰沒交誰有交 我們就會安排來 剔除這樣子 接下來呢 還有什麼需要跟大家介紹 還有這裡 這裡需要介紹一下 這邊呢 如果你需要做菜 會需要一些素材 這裡都有賣 再來就是我們的 我們的這個 中心花園的部分 中心花園目前就是 競標沒有限制 誰錢多 誰就 誰就做 好不好 誰就去標 大概是這樣 我們的營地就是這樣 很簡單 休閒玩 然後動盪也可以開 友好營地是 台底刀跟 創世紀是 比較不能刷假的 然後其他呢 就是 隨你 隨意 好不好 那 也沒有特別限制 因為遊戲就這樣 那 基本上呢 就先跟大家介紹到這邊 喜歡 幫我按讚 趁自己戰身 為著海面站的 穩背新手 Rapper幹的 哼出的天氣 他都不會說別人 廢他玩的真 他先不記錄 我先不記住 幫你挖三個粉